董宇辉余敏红线看起来真是通通厉害啊 你其实包括第三者这个老罗在内啊这把人通通厉害 董宇辉的这个厉害就不说了 宇辉同行这个新账号一搞才播了一场就寄来了900多万粉丝 当场直播点赞12.8亿嘛 破董营历史记录轻轻松松就卖出去一个亿的货 理关键是他那场直播我看了一下 很多都很多事情不再卖货的 就是在介绍他们新团队的成员嘛 而且卖的也不是什么大金额的这个产品 东西也不多 搞出这个数据的话确实不得了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人比作是商品的话 董宇辉就属于茅台嘛 现在在这个市面上就是绝对的硬通货 市场就认可他嘛 然后罗永浩的话呢当然也厉害了 当初他就是隔空跟余明文汉话 你要不服的话 你让董宇辉就单独开个号 来跟东方政权比一比 你看看东方政权能不能打得过他 结果前天咔一波的话 热度一度确实是把这个东方政权给炒了 你问题是东方政权都已经做了一年多了 但宇辉同行是个心脏 出租茅庐 所以说这也逐渐老罗 对整个行业的这个了解 以及洞察 依然是相当犀利相当到位的嘛 对不对 你最后你再想想看 前段时间还处在风口浪尖 但事后呢又顺手推舟 主导这一切背后的这个人物 余明红 是不是也是很厉害 当初舆论股价那么汹涌啊 感觉都快把这个余明红啊 孙东旭啊 东方政权整个给团灭了 但是结果呢 好这个董宇辉余明红两个人 哈哈同台一直播 是吧 然后呢 给董宇辉各式各样的头衔一家 薪水一涨 宇辉同行一开 是吧 危机完美处理过去了 声势又起来了 声势比之前还更汪了呢 你最关键的是 借这么一个机会 搞了多轮的这个改革之后 可能还会让 新东方日后的这个直播事业啊 走出多样化 走得更稳健了呢 你这就好比当初的德云社啊 李金和英伟 曹云金这帮人 先后出走 绝儿都走了之后 给人感觉德云社快完了 但是那会儿呢 就老郭顶住压力 在内部做了这个 收入分配上的这个改革 另外展开多点开花的 这个IP培养战略 后面下饺子一样的 推出了这个月云鹏啊 张赫伦啊 孟赫堂啊 张云雷 秦潇贤这些人 等于是不光没倒 现在看起来 反而比之前更热闹了 只要你一个管事的人 内功深厚啊 他就是有这个 转位危机的这个能力的 余米红在转位危机 这方面的话 向来是企业界 大事一样的存在嘛 你就看啊 这个新东方刚成立那会儿 搞得不是那个合伙人质吗 我们上次讲过 他就让这个王强 徐小平 胡敏这帮人 各管其中一块业务部门 赚到钱了 你只需要上缴15% 给新东方总部 85% 归你们自己这个部门 有点包产倒户的意思的 好处就是积极性 被极大的调动 坏处就是容易形成小王国嘛 最后可不就是 各个小王国内部 都是用人为亲 最后新东方成了 关系户的这个集中地了 形成了四大家族了 然后就开始内斗 影响也非常差 后来就爆发了一些 非常难看的事情嘛 这种余米红就借这个 那些事情的这个契机啊 直接就宣布 仔细亲属全部开除 全部离开新东方 因为余米红自己老妈姐姐 老婆们都在新东方的嘛 当时他就说从我做起 全部开除 你们另外几大家族的话 也开除 就这么搞嘛 影响新东方前进的这个 家族干政的这个老大难问题 就这么瞬间被他搞掉了 新东方的这个管理体制呢 也变得更加的这个进步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是 2012年美国无耻的那个 浑水公司写了 90多页的那个报告 指控新东方造假 是吧 以此要来做空 新东方的这个股价 充足牟利嘛 那么新东方股价 当时确实 两天时间啊 就是25美元 直接掉到了9美元啊 那这个很麻烦的 浑水公司大家都知道 我们很多中国企业被他搞过 有一半以上被他一搞 就直接搞死了 瑞幸不是典型的代表吗 直接就从美国退市了吗 还要面临巨额的这个罚金 余米红当时就用了两招 是吧 就把新东方给救了嘛 第一招 他就找了马云这帮人一起吃饭 马云 他们当时就问余米红 你到底有没有做假账 是吧 余米红说 这是我做人的底线 我绝对不会做假账 马云说呢 好了 来喝酒吧 然后接下来 一帮中国企业家 就纷纷买入新东方股票 深深就把这个股票给他抬起来了 给余米红接受调查 来争取了时间 那另外一方面呢 在这个事情一开始的时候 新东方人心动荡啊 要是当时新东方老师 纷纷都跳槽了 哪怕股价就回来了 新东方也元气大张啊 那会儿余米红就想出了 一个天才般的这个想法 我趁这个股价低的时候 我直接给员工发股票 发了三年的这个股票 所以说是就导致 新东方那会儿老师 一个都没走啊 而且你这样一搞的话 顺带还解决了 新东方到底在什么时候 给员工发股票 发期权的这个老大男问题呢 一举两得 然后最后美国听证会 这边经过三个月的 这个听证调查 发现新东方确实没问题 还让他清白 新东方继续上路嘛 后面又迎来了将近 十年的这个突飞猛进 直到双减政策 发展才不腰斩呢 但是后来啪一做东方争选 新东方又活过来了 说说余米红这个小老头啊 你能屹立不倒几十年 确实是有好几把刷子的这个人 最后还有一个小事 就是说哪怕你不喜欢他 骂他 甚至有的人还给他 起了个挺不好的 这个绰号叫铁公斤 对不对 一般人听到这个 这个绰号的话 头都炸了 余米红呢 他不回避 甚至还在这个直播间 跟董一辉谈笑丰生呢 说我还挺喜欢点攻击的 他就这么一个 坦当的这个态度去面对嘛 反而赢得了 大家的这个掌声 非但没有打倒他 反而让人觉得 这个人胸襟格局 真是可以啊 余米红再一次呢 扭亏为盈 人说的话 做的事情呢 那就是实打实存在的 一个客观事实 但是不同人 基于不同的立场 有的时候对同一件事情啊 他都会产生不同的评价的 大家说对不对 那有的人呢 可能看到了余米红 不好的一面 而董雨晖呢 只是看到了余米红 更多的是好的一面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说董雨晖 留下来了嘛 就这么简单嘛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结论 就是说董雨晖也好 余米红也好 通通厉害 希望这对厉害的组合呢 接下来能够越做越好 你说呢